再来聊聊花样姐姐 女神林志玲 雪姨王林 以及财女徐帆和老西古西美娟 这样的姐姐的组合 除了养心和养眼的福利 当然是极好的之外 我们也是看到了马天宇 很特殊的表现 除了随行的享受之外 卖苦力的任务 真的也是非常的艰巨 我是一直在帮着姐姐们拿东西 尤其是志玲姐姐她 因为她手腕受伤了 所以我一直在帮她拎包拿行李 姐姐负责貌美如花马天宇 则负责所有的行李箱 我们每天都在搬行李 一天换一个宾馆 所以我每天要搬 大概搬11只箱子吧 除了土耳其 马天宇就遭受了不小的考验 凌晨时分 她独自一人负责将 全体人员的行李 护送到酒店 我觉得女生本来就是要 让男性去合伙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 整一个暖子了得啊 尽管没有高大的身躯 和宽大的胸膛 但马天宇释放出的温暖 还真的是不容小叙 一直是暖男 是吗 你为什么会这样定位 因为我真的很暖 还记得古剑奇谈 长沙发布会吗 马天宇当场被爆 在剧组不仅常常 给郑爽买零食 天冷的时候 还给他买衣服和暖宝宝 那照顾是相当的无微不至啊 一直在拍戏的时候 就很照顾我 让我感觉很暖 我觉得长男朋友长这样子的 不过别看马天宇 一副暖男的架势 抱起料来 也是一点也不嘴软 我要告诉所有人 其实志玲姐姐她不是 大家面前那样 她在我们族里是最能吃的 她能吃两盆东西 她就是个女汉子 就这样赤裸裸地爆料 一位走优雅路线的女子 真的好吗 不过马天宇说她喜欢 如果说学女朋友的话 会选择这样的类型吗 应该会吧 这算是表白吗 马天宇似乎永远都是这样的帅真 不信拉个李志廷当话题来聊聊 我没有办法跟她比较 因为她从头到尾只穿了一身衣服 我就准备了两箱衣服 然后五双鞋子 完生的节奏 我觉得你帅还是他帅 我觉得他比我帅吧 是吗 你太谦虚了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询问再见 祖父